今天6月19日星期天 指揮中心公布今日新增本土病例50561例 本土境外75例 死亡個案有172例 那今天各縣市的分布 仍然這個病例數都是落於8000例以下 那比昨天整體的全國的病例數下降5.7% 那目前各區都還是呈現一個持續下降 或者是緩降的一個情形 中重症的部分今天新增285例 那我們的輕症無症狀的比例 目前然是99.61% 死亡個案的部分年齡層是從90多歲 到今天有一位這個3歲的一個小朋友 那這邊補充一下 這個3歲的小朋友本身是有慢性的這個腦部的疾病 人心系統的疾病 那他是沒有接種疫苗 那6月7號的時候因為高燒後40度 那就是在診所這邊有抗氧快三確認陽性 那6月11號之後再度出現咳嗽、嘔吐、活動力有降低的情形 到醫院的急診 那這時候有發現有這個呼吸傳 以及呼吸有雜音的狀況 我們診斷是有下吼、合併呼吸、窮迫的情形 所以就緊急收支到兒科的加護病房 並且給予氧氣、類固醇、瑞德西韋、免疫球蛋白等這些藥物來治療 另外在診治過程中有發現新診斷的一個糖尿病、銅酸中毒的一個 算糖尿病重症的情形 所以同時也有給予胰島素來治療 不過呼吸就是在救治的過程中 仍然難以控制血壓 那在6月14號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敗血性休克 以及心肺衰竭的情形 經過醫療團隊急救無效 而在當天死亡 所以這一例三歲的小朋友 是我們今天新增的一個兒童死亡的個案 主要是有慢性的神經系統疾病 另外在染疫後出現了孝猴心肺衰竭 也有發現有一個新診斷的共病 是這個糖尿病的銅酸中毒的重症 那目前兒童的這個累積的重症個案的是 增加一位來到62位 是屬於孝猴的個案 那死亡的個案也是增加一位 就是來到18例 那這個孝猴目前我們國內的 染疫後累積的孝猴重症 總共是有7位 那其中就是今年公布的這一位 三歲的小朋友是死亡的個案 在青少年的部分 我們今天有新增一個特殊的重症個案 是一個17歲的男性 本身有這個長期慢性的這個神經系統 腦部方面的一個疾病 是屬於一個長期臥床的一個小朋友的青少年 他是在6月9號的時候 因為有發燒38度 咳嗽呼吸急觸 也有這個短暫抽搐的一個情形到急診 經過檢驗確診 那因為他的抽搐後來就停止了 所以施反加 繼續服藥 不過後續又發生有這個四肢 間歇性的發子 以及有意識改變的狀況 6月13號又再度回到急診 這時候發現血氧濃度下降 並且X光又顯示肺炎的一個情形 所以緊急的插管 呼到家務病房去 使用呼吸器 以及瑞德西韋 類固醇等等之間治療藥物 他目前仍然在家務病房當中治療 那這一例小朋友是沒有接種過 COVID-19的疫苗 所以我們青少年的這個重症的個案 今天是新增一例 這個是歸類為肺炎的個案 那總共累積有8例的這個青少年的重症 其中一例是肺炎 那死亡的這個青少年的個案 數仍然而維持是3例 那這是今天針對我們疫情 以及特殊病例的一個說明 這次是一個好性的 確實是因為採用的 我們目前為止 社會疫情感 有的 谢谢大家